欢迎来到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 我是你的主播 黄耀鸣 大家刚刚听到的歌呢 是这个蔡建雅帮 这个影集 不够善良的我们 里面的一个角色 简轻分写的歌叫赤道上 那这个简轻分这个角色啊 老实说是我在剧里面 最不喜欢的一个角色 虽然在剧的后面呢 很像有帮这个角色洗白啊 但我还是不喜欢他 那撇开这一点不说呢 嗯 编剧让这个简轻分的角色啊 讲了好一些有意思的读白 像在第一集的一开头啊 他就说到了 嘿 你的下个目标是什么啊 为了抵达那个目标 必须先经历多少痛苦 你计算过吗 然后你又开始计划下一个目标 又开始经历好多痛苦 目标达成了 但是那个快乐 其实只是一刹那而已 快乐其实是用痛苦累积而成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听这段话 听完有什么想法 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 嗯 你是喜欢目标 还是喜欢快乐 还是你是喜欢痛苦呢 先让大家想一下 那喜欢快乐和痛苦啊 嗯 这个 这两件事情呢 感觉它是相反的概念 但是啊 我觉得它是一体的两面 快乐的时候 我们当然很开心 但是呢 任何情绪的强度 它都会随着时间下降 那我们终究会不开心 而当我们后来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就会因为透过一个比较 觉得 诶 之前我很开心耶 啊 我现在没有那么开心 所以我现在就是难过 就是不开心咯 那所以你到底是喜欢快乐 还是喜欢痛苦呢 我觉得这没有那么好回答 那我之前呢 在另一个podcast 来烧多班里面啊 其实有两集在探讨这个主题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搜寻一下荔枝播客 那在上面呢 就可以找到这个podcast 好 那撇开这个 这个快乐跟痛苦啦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是跟减气氛一样 选择呢 有目标 虽然我不想要承认 可是呢 我觉得我自己啊 应该在那个三个选择里面 会选择有目标 我自己是一个从小啊 就会设定目标的人 然后 不只设定目标而已哦 还会规划 然后按表操课 那之前啊 有一个机会跟老大讨论说 要怎么学习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自己其实在那个学期一开始啊 就会做整个学期的规划 然后 这个不仅老大听了 吓到了 老婆也感到很惊讶 那我觉得有规划 其实是蛮好的耶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方向 会比较清楚知道 自己可以往哪边去走 就像你要去旅行嘛 如果有一个 你知道要去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设定导航 那你就可以到那边啦 那如果你没有设定好一个目标 你可能就会随便乱走 有点迷失 特别呢 看到别人啊 很像都在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觉得 嗯 我怎么会这样啊 我是不是很糟糕 然后就会感到很焦虑 那另外呢 因为有这个目标的设定 你会有一个 嗯 参照的一个标准嘛 你可以知道说 哎 我自己的付出 不管是时间上的付出 或者是精神上的付出 是不是值得的 比方说 如果你想要存十万块 然后你又在记账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哦 原来经过一个月的努力 我自己呢 离那个目标 哎 又再靠近了一些 那当你成效不太好的时候 你也可以提醒自己啊 嗯 这个月啊 存的钱不太多 很像来透支咯 需要再努力一点 那我最近呢 看了一个韩剧 The Age Show 我觉得很好看 那等一下可能有小小的剧透 那在这个剧里面 你就会看到 其实每个人啊 对于自己要设定 什么样的目标 是有不同想法的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更有意思的呢 是就是 你会看到 哎 有一个人啊 他发现 他自己总算达成 他设定目标的时候 然后 呃 结果发现 这根本是一场空 然后陷入一种落寞 这个其实 嗯 这个感受 真的很难去形容 好 那 那呃 虽然我觉得 设定目标是重要的 但是呢 我也 必须承认 这个设定目标啊 它也是有缺点的 那同样拿旅行为例子 如果你设定好 就是要去什么地方 那你肯定是会用一个 呃 最方便的方式嘛 比方说 我好像跟你说 呃 你要坐地铁 那你就会 用这个方式呢 呃 去到那个地方 那虽然这样做 很有效率 可是呢 你可能就会因此 错过途中的一些风景 那我自己旅行的经验告诉我啊 很多啊 你后来印象深刻的 往往啊 都不是在这个规划当中的 那不管呢 之前在法国南部啊 巧遇马蒂斯设计的教堂 或者呢 在京都啊 因为孩子要上厕所 结果就意外的去了一家 好吃的甜点店 这都不是规划里面的 那当我们有规划的时候 我们的视野呢 其实是被限缩的 那当然它的优点 是让我们可以快速处理 我们想要处理的嘛 那缺点就是呢 你是被局限的 那人年纪越大呢 我觉得这样的状况 是越明显的 虽然某部分可能反映了 你很清楚知道 自己要什么 不要什么 但是呢 如果在我们 做任何的尝试之前呢 你就把一些事情 排除在外面 那其实是蛮可惜的 好 那设定目标呢 还有另一个缺点 就是啊 如果啦 你在不是很了解自己的时候 就去设定一个目标 那可能呢 会走上一条 完全不适合自己的路 就算高中生 选大学科系 或者呢 大学毕业生 选工作的时候 那有些人可能 自己就很质疑说 我就是要念心理系 可是你说 你为什么呢 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清楚 或者呢 有了一些错误的想象 就像我在高中的时候 就觉得 我想要念心理学 也想要念生命科学 我还去参加了一个 生命科学的应对 就觉得 很像可以哦 但是你说 是不是真的很知道 这个要干嘛 然后以后可以怎么样 其实也没有 然后 就因为这样子呢 其实蛮痛苦的 因为我觉得 实际上在学习的东西 跟我感兴趣的东西 有蛮大的落差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 你设定目标的一个缺点 就是 你如果没有设好的话 那可能会让你 误入歧途呢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 听一首歌 稍微休息一下 这是 Miley Cyrus 她演唱的 The Climb 那我想在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点迷思 会有点担心 但是呢 你就是要相信自己 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那大家听歌的时候 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们刚刚谈了一下 设定目标的优点跟缺点 那到底我们该不该设定目标 嗯 我觉得像我这样 有规律的人来说啊 她的设定目标是好的啊 因为没有目标呢 会让我们觉得 做事情没有方向感 会有点迷失 不过即便呢 你不是一个 规律的人 然后也没有习惯 帮自己设定目标 我其实还是会建议 你要设定目标耶 不过我倒觉得 这个目标的设定啊 它不用那么的精准 比方说啊 你可以设定一个 嗯 我希望自己可以过得 很充实的目标 那你说什么叫做充实 这其实就有一些弹性存在嘛 那我觉得这种 不是那么精准的目标设定呢 对于还不是很清楚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的朋友 其实是好的耶 你可以抱持一个 比较开放的态度 来去做探索 那同时间呢 因为有一个大的方向的 一个设定 也比较不会迷失 那只要你知道呢 你自己做的事啊 跟你设定的目标 彼此之间是吻合的 或至少不要背离太远 那其实就好了 不过呢 这个你不是设完目标 一切就结束嘛 这个目标的设定啊 只是开始耶 而且啊 不是说你设定好了 你就会达成目标 你就会快乐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 当然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些鸡汤嘛 就说啊设定好目标 就成功一半了 嗯 这个就是一种鸡汤 有努力过的人呢 其实会知道 目标设定很重要 但是这真的只是开始 那也特别是有的时候啊 你的目标可能是非常伟大的 或者呢 你这个很 有点不幸运 遇上了很多很多的突发状况 所以呢 你在目标设定之后啊 其实隔了很久很久 才真的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在目标设定之后呢 我觉得你第一件该做的事情 就是啊 要尽快有一个方向的确立 如果呢 你发现 你原本设定的做法呢 对于你要达成目标这件事 有点困难 那不要犹豫 真的赶快做出调整 当然啊 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哎 你的人生方向改变了 那就好赶快做出改变 你千万不要因为觉得 哦 我自己已经投入一段时间了 那如果我现在放弃 好可惜哦 难道我不能两个都要吗 嗯 你要知道啊 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你的资源 都是有限的 你真的只能做好 一定的量的事情 当然我不否认 有些人可能真的 什么都可以兼顾 但是多数的人呢 可能是没有办法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需要做一些选择的 特别是 如果你已经知道 某件事情 它已经不是你在意的 那你就应该放下啊 你如果不是因为 你自己的喜好转变 或者什么样原因 像是啊 觉得 呃 这个目标啊 可以给你更多好处啊 或者别人希望你什么样做 呃 你 因为这些原因 然后去调整目标 那我都建议你要三思 如果呢 你是因为 呃 这个有什么好处 改变自己的方向 那有一个风险哦 就是你有可能会一直改 一直改一直改 然后最后什么都做一半 一事无成 那如果你是因为别人改变 那真的不要 因为你的人生是你的 不是那个其他人的 那如果你觉得啊 不能啊 我不行这样 那个以前我都那样了 所以我现在还是要为了别的目标 那我觉得真的是 嗯 非常的可惜 好那当然 我不是要说大家不能改变啊 只是呢 这个改变啊 最好只是一个方向上的微调 而不是大幅度的改变 因为任何大幅度的改变呢 对你其实都是一个耗损 不是那么的建议 好那你该做的第二件事呢 嗯 就是要让你自己持续是有进度的 是朝目标靠近的那一种进度 那你不可能说你设定的一个目标 是减重20公斤 但是啊 你都没有设置任何改善方案 你还是照你平常的方式来过日子 嗯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进度的一个设定 就像 不会开车的 他买了一辆 这个很贵的跑车 放在停车场 这一样荒谬嘛 因为你很像 做了一些准备 可是实际上呢 是完全不可行的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制定这个进度 这是一门艺术 因为你如果设定的很紧凑 你自己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你就觉得啊 我还是放弃好了 可是你如果设定很宽松 那就很容易觉得 嗯 到底开始了吗 那 嗯 我很像也没有正合的进展 然后你就会一样的茫然 所以我建议你啊 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先设定一个平均的速度 那这个所谓什么叫做平均呢 你可以参考别人的经验啊 或者啊 问问AI嘛 那不过啊 我想很多人 真正的问题啊 不是在进度怎么样设定啊 而是呢 没有办法督促自己要 有进度 要跟上进度 那这其实就连接到第三件事情 就是我提醒大家 要建立一个好的回馈机制 来鼓励我们可以跟上进度 因为很多时候啊 我们会设定的目标 都有点远大 那我们非常容易 在付出一段时间之后 就觉得 哦 怎么还那么远啊 他就觉得很泄气 那这个时候你该做的事呢 是要用某种形式 让你自己看见自己的努力 然后呢 你要想办法用某些形式 来肯定自己 比方说如果你是在减重 那你可以在每次运动 或者是每次吃了减肥餐之后 拍一张照片提醒自己 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即便可能没有瘦下来太多 但是你可以透过那些照片啊 知道说 哦 我已经付出很多努力了 那只要有努力到一定程度 就值得鼓励一下自己 让自己更有动力 去往前迈进 好那如果你听到这边呢 你还是觉得 哦我还是真的很不喜欢设定目标 可不可以 简单的答案当然是可以啊 那是你的人生嘛 你要怎么过都可以 但是呢 我真心觉得啦 有目标其实是好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率的前进 那但是如果你就是有一点迷茫 然后不知道怎么设定目标 那你的目标呢 应该就是脱离这样迷茫感 你可以多方尝试啊 多去体验啊 那就比较有机会可以脱离这样的感受 那如果你只是每天自愿自爱 觉得啊我怎么这么糟糕 都找不到人生方向 然后就不想设定目标 那真的很可惜 那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说 反正我设定目标也会坏啊 那不如不要设嘛 关于这样的论述啊 我没办法完全否定啦 但我觉得呢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反映了说 你在设定目标之前啊 你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楚 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一样的 那你要知道啊 目标设定这件事啊 其实非常的个人 因为你只需要对你自己负责 所以呢你不用给自己压力 就是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候之前 一定要想好 那这样子呢 其实反而因为有压力 你可能会设错目标 那但是如果啦 你就很佛先说 好没关系 那我慢慢想 这有可能你就会想很久 然后还是没有方向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其实会推荐你 找一些专业的协助 那不论是找心理师 或找你信赖的朋友 师长 我觉得都可以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你只是需要有一个旁人 帮你用一个客观的角度 来去看到你的优势 那或许就可以帮助你 找到自己的方向 那最后呢 其实我要提醒大家啦 虽然我觉得啊 目标设定之后啊 不要随意转换大方向 但是呢 如果你很笃定 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个原本设定 真的没搞头 那也真的要很下心 来做出改变 那你当然可能会觉得 哎呀 我已经付出那么多了 那这不都浪费了吗 嗯 我觉得不见然啊 因为这个 你不知道你那些努力 是不是后来可以被套用在其他地方嘛 那我是比较相信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的 它只是不一定会在马上就让你看见 但是呢 可能在未来会用某种形式来回报你 就像我虽然在大学念的生命科学 觉得哦 真的是白走一遭路了 但现在呢 因为心理学也有一些会跟脑科学啊 会有一些跟生物有关系的部分 那会因为当时的一些这种残存的一些记忆呢 对我在理解上就是有帮助的 对啊 所以大家也不要真的因为怕浪费 就不愿意改变 好那 如果啦 你因为不甘愿 然后呢 就坚守自己已经这个觉得不适合的目标 其实真的不好 就像有投资人说啊 在股票亏损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卖掉 那些钱呢 只会越来越少 但是呢 如果你卖掉股票了 你就有资金可以做别的投资 那你其实比较有可能获利 那你终究呢 还是有一定的钱在那个股票市场啊 只是它的组成改变了嘛 就用这个呢 来鼓励大家 就是有方向 然后如果方向错了 当然可以尝试做一些调整 但是如果真的不行了 那也就是要狠下心来 来做一些改变 好那 如果你是KHackbox的用户呢 接下来会听到的歌呢 是周杰仁比较早期的歌 叫做道香 分享一小段歌词 说啊 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 就像我说的 追不到的梦想 换个梦不就得了 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色 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 那就跟大家共勉哦 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 我们下次再见